你们知道法国有一个叫做卢梭这个人吗 卢梭他年轻的时候要结婚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竟然做落跑新娘 所以他就没有结到婚 没有结到婚 他后来有没有结婚我不知道 可是过了三十年 他就回去的时候 回到他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来找他 说当时把你丢掉的那个 你的未婚妻现在很可怜 然后他就说真的 他就说那你可以帮我把钱拿给他 他说你没有恨他吗 他让你太丢脸了 他说我没有恨他 他说怨恨好像一代死老鼠 怨恨好像一代死老鼠 如果我把那个怨恨 带在我身上三十年 你远远就闻到我的味道了 我觉得那个是多大的释放 你知道吗 他最后还是拿钱给那个人说 你把这个钱拿去给我的 那一个以前的那个未婚妻 但是你不要说是我给的 这样他可能就会很伤心 因为他很落魄 因为卢梭后来变得非常有名 告诉你不仅怨恨像死老鼠 贪心也像死老鼠 嫉妒也像死老鼠 愤怒也像死老鼠 你拿着一袋死老鼠到哪里 都跟着你 你不是很臭吗 所以那种生命 你知道那是很 可是你说怨恨放下来容易吗 生气放下来容易吗 你知道我好多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就是因为生气 我气得睡不着觉 所以一袋死老鼠就陪我睡了一个晚上 有时候凑不到别人 凑到自己 感谢观看